大家好,我是美兰 通常我们身体不舒服就会多休息,看医生 或者是到医院做个检查及治疗 避免病情恶化或是有严重的隐疾 即使是感冒,很多人也都会去做个治疗 但是心灵或情绪上出现问题或者是警讯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求助 甚至呢,也害怕休于面对 总觉得看心理医师或者是与人分享自己的困难 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 反而使情绪恶化到像是形成了忧郁症等等的 今天正眼法师的幸福心法就要跟您分享一位志工 在2021年就时常睡不好晕眩 有一天突然半夜醒来 莫名的郁闷在他的心头 结果他一时想不开就想着 死了,病苦就解除了 但是夜报未尽,命不该绝 命虽然是抢救回来了 食道却已经严重灼伤 没有办法正常进食 连说话都有困难 他不想拖累家人,又再度自强 结果又被抢救回来 一直到他想到了过去 和先生一起欢喜做志工的情形 终于提起勇气 找到了愿意为他进行手术的医师 才恢复正常 正眼法师行脚道中区 他就与法师说到了这一段 无名伤身也伤了家人的心的历程 正眼法师是如何为他开解的呢? 有没有办法师 我是游宏年猪 我们师兄在外猪猪 是我把他倒进来 我都把他骗 他很孤立 我骗进来 骗进来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也很用心要做 我们老公 全心都倒入在我们的持续 对我们的持续 我真的很用心 有一次我不知道是怎么 两点多躺起来 躺不去 那转 白天才来洗二十 洗一摸 不洗薛刺 三下来 三点多 我跟股票上骑上 去到池寺 那个圈窖堂 我看个清潔孔 我想像清潔孔 不死的 我还去办一宗光亮 结果 想不到交流也不死 還給我站起來 結果讓我站一年 都他賣好 朋友都不給我開桌 一直給我拖 我想說 我如果不給我開桌 我如果這樣他們不會吃 都不會吃 都要灌五年 我們師兄一定要抵我先去鼻 結果我拖到他 做我們主席的工作 我不會這樣 我要我一個疼 我一個苦 我不拼為他苦 我一天 我全拆到他 車開了 全去中央區 要我死就對了 我不拖累 我不能拖累 被勞這麼多 結果也沒有死 又爬牌 我說我爬牌 要怎麼辦 我們師兄和我們兒子 去探主的觀念場 不要在那裡進去 那些圖書 等會才能夠去臨命 我說這樣拖 我的認真 要跟他拖累 就要我自己家做這個工作 都沒有做 沒有我們是 兩個我們是 可以全身做這個工作 因為我們的家庭 也很美麥 很幸福 不用讓我們朝鮮擺行 說這樣會來發生一件事 真的不可思議 怎麼去想這樣 我自己都不知道 兩天前後 剛才沒禮 他在我時候 他都不會走 不能做這個工作 我說 師兄 我不能拖累 我一個來拖 我來看 我不會帶你去 結果我跟他參想 我說 我還要求十一次 要過就過 要過 不能給我救 結果全都找到 花蓮副院長 跟習忠平醫師 拜五有在我們的慈驗 在看 全區給他看 跟習忠平醫師說 說這個經過 他說 這我實在做 但是 這比較沒有人要做 我知道幾路 跟醫師求 是醫師 你要求 我還有書面 我環保戰 我書書念不念 就是我們的環保戰 我環保戰 我們兩個搭配得很好 做相機 做環保 我們都做得很有默契 興奮喜新 為什麼我的兩家 我很想我們的環保戰 我說 習忠平醫師 你一定要救我 我現在不愛死了 我還要任務做 我還是習忠平醫師 跟柯智林 我們辭業的醫師 是他的學生 他們兩個幫我做 做好 我在這裡感恩 習醫師跟柯智林醫師 真的是他們的救我 我很感恩 感恩上人 關心 好上人 操心 我書院 也很煩惱 都在暗中在哭 我知道他們都在暗中在哭 為我哭 我說你不能哭 你要有勇敢 不管我怎麼樣你要勇敢 好好的跟著喪人 他說 你是喪人的弟子 我自己顧不好 我有敬念 感恩 好 съ depos 其實連豬師杰 剛才 因為臨念清潔劑 所以食道 nazan hadn seen 都受傷 沒辦法讓我吞淹 有什麼 現在說得這麼清澈 我想郵師兄妳來補充一下 真的 ень 간 因為我有我的責任 我天使你 故意的天使 這是我的正義 因為我跟我們直接分享說 我知道我們這世人 我們有進來做這個 我們有對到我們的事物 我們跟對了上人 所以我們這些人 我們沒有後悔 想不到他會發生這個事情 真的既然無常來了 我們就要去承擔 我去體諒他說 因為十幾年前我們有參加水燦的演藝 我們了解到說 誤打國師的這些景點 所以我會體諒說 沒關係 這是你前世音 你欠人 你這世人 我知道這世人就對到兄弟 我們過去是欠人 讓兄弟 跟後世再來 我們同樣是對著兄弟 走著主席這條路 一定要來 所以你放心 你想我放下去 感恩 我們做這次疫情了 有的第一次來到我們家做聯誼 輸一當眾人面前說 他要發言 他跟上人懺悔 他說 真的我很不孝 做這個不對的事情 不可以這樣做 他發言他要再出來了 隔一天早上 他爬起來他就跟我說 今天我們來環保戰 我聽了 我當下真的很高興很高興 他心胸開了 我說好好 我就帶他去 就這樣子我們就連續這樣 從6月1號我們開始 到現在做環保還有做相機 還有技術師 他們老頂在做五股麵包 我們也都去在那邊去做 真的很感恩上人 你的慈悲 如果不像人 你開這條菩薩道的路 沒有開慈祭宴 他真的他今天不曉得怎麼樣 感恩上人 阿彌陀佛 您是師父的地主 其實 伯母給您的生命 您一定要 好多要顧好這個生命 師父給您的費命 您一定要很頂張 好好把主責的法 把主座的情要用在现在 生命要让健康 常常跟大家分享主座 这叫做主座的情 好好身体过好 做主座书 这就是菩萨 菩萨总是白无生的身体 所以无这个身体 你是要怎么去做主座书 所以为了友好 白无给你的身体 好好利用在人群中 为了真正的发挥 人人本自有的本性 南闻佛法经与闻 好好把悔名照顾好 惊到的路 这叫做菩萨都 怕糟的路 那叫做反复啊 我们不能再做反复 我们要做菩萨 我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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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是你自己的心 所以心念一转一下 如果有烦恼无名气 你们应该要关心想 俗书说 要转反复为菩萨 听到没有 只要你心念一转 反复就过去了 菩萨现前 记住 给你祝福 每天欢喜 要开心 路就会大掉 心不开 路不开 好 好 给你祝福 正言法师说 顾好父母 给的身体 做慈祭使是菩萨 当有烦恼无名的时候 心念一转 以师父教导的法来应对 就能够从凡夫 转为菩萨 而不会被无名 业力牵着走 这也是 静思语所说的 心开 运通 福就来 想想 我们每个人 也都不知道 自己的生命 会有什么样的转折呢 唯有以法 来面对生命的悲喜 才能够 心安自在 我是美兰 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感谢观看